我剛剛講過,我們可以跳到Visual Basic的編輯器裡面 那怎麼跳過來,你可以從聚集,錄製完的聚集都會放在這裡 這個MarkoE按編輯 那編輯實際上 他就是怎麼樣呢,幫我們把這個MarkoE用什麼開啟 用Visual Basic編輯器 也就是還是一樣呢,跑到VBA的開發環境裡面 按編輯之後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跳出來之後呢,理論上本來是怎麼樣呢 沒有那個綠色的字對不對 那綠色的字就是我們可以在上面加上我們看得懂的所謂的註解 那這個註解的部分特別注意 我覺得非常重要,為什麼?因為很多人 看程式碼,哇,看得很辛苦 可是呢,如果說你今天呢 知道你慢慢的 把需要的程式碼上面加上一個什麼綠色的 說明,那你一下就可以看得懂 這個,這一行程式到底做什麼 那你看久了之後呢,你慢慢就知道 其實 VBA的運作大概也就是那一些 這個指令 那慢慢熟悉之後,你就可以再去做很多的變化 你就可以很自動的讓他 自動幫你產生 你要這個這個的結果 那怎麼做? 首先,基本上我們大概來看一下 首先呢 這個程式碼錄製完畢 第一個環境的部分 字如果太小的話,教各位 如果你字太小,你可以把這個字的 工具裡面的選項 工具裡面的選項,你可以把字稍微放大一點 在 撰寫風格裡面 工具選項的撰寫風格裡面,比如你覺得字太小 大概把它放大到至少12吧 不然看起來其實太辛苦了 OK 那裡面的話呢 其實呢 它的結構一定是這樣子 我把這個稍微跟各位講 也就是一個劇集 其實它就是一個副程式 那什麼叫副程式? 實際上,開頭一定是什麼? sub sub 就是所謂的副程式 那副程式一定會放在哪裡呢?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副程式一定會放在這個所謂的模組裡面 Module 1 那特別注意,如果你的 進到Vitual Basic裡面 如果完全沒有錄製劇集,或寫VBA程式的話 基本上是不會有這個模組的 你第一次使用一定不會有模組 那因為我們剛剛有錄製一個劇集 它會自動幫我產生一個模組 並且放在這裡,也就是我們程式 將來如果你要開啟 不見得一定要從劇集裡面開 你可以從哪裡呢?從旁邊這邊 直接點這個Module 模組裡面的Module 1 打開來之後呢,基本上 就是 我們的程式放的位置了 那它的結構是這樣的,一個Module裡面有很多的副程式 一直有副程式 反正你錄 Module 1,Module 2,Module 3 就是一直一直的副程式 然後副程式的開頭就是它的名稱 比如說Marko 1 後面一個小瓜糊 小瓜糊裡面的話,其實可以傳參數啦 就看你要不要傳 因為預設是沒有參數 直接就是線性的執行 然後呢,它的尾一定會有什麼呢 End Sub 有沒有 一個頭一個尾 這個它的結構啊,所以你不能說前面把End Sub給 砍掉 完蛋了 程式就 沒辦法run 這是基本結構的部分 一定有一個Sub 也會有一個End Sub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廚房來看 我已經把註解先 先把它放上去 那 這個註解的